感谢大家回到我们这个RoboCup at Home Education 2021线上挑战赛的在线课堂 今天我们有开放平台Open Platform OP的在线课堂 今天是第二期 然后我们今天会讨论有关这个机器人的语言交互 然后也是同样的我们分成两段来说 然后首先先自我介绍 我是Jeffrey陈隆川 然后今天和我在一起的是有木星机器人 他们是我们的那个赞助商 也是就是说在这个在线课堂上 也会帮我们就是说为大家展示一些机器人的演示 好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内容 在开始之前呢 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就是说会分成两段 然后呢前面一段呢 就是在这个机器人语言交互里面 我们首先会给大家介绍这个语言合成的那个内容 就是说怎么样开发这个语言合成 就是让机器人能够说一些东西 然后呢在下一个小时呢 我们就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语言识别 就是让机器人能听得懂你跟他说的话 然后右上角呢是那个我们的会议连接 所以呢 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用同样的这个会议连接来上这个课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二维码存起来 然后每周用这个会议连接参加这个会议 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三个那个连接在下面这边 这三个呢分别就是说大家前面看到的这个PVT呢 大家可以在就是第一个连接或者是第二个连接找得到 然后呢尤其是第二个连接呢 其实呢可以找到更多的资源 就比如说我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边 不好意思 就是说这个 就是第二个连接的话会开这个页面 然后呢就会有我们所有之前的那个资料 还有包括如果点进去的话 就登陆了点进去的话 上周的那个视频呢 就会以这样的一个形式的在这边可以看到那个回放 而且还包括就是说每个星期呢 我们都会部署一些作业 让大家去温习一下这个课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些内容 好 今天我们就会就是说 用这里的资料呢 向大家就是解释有关这个机器人的语言交流 OK 然后回来 然后第三呢 其实我们有这个社区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上来我们的那个社区就是进行提问 好 在我开始之前呢 就是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 为了大家的那个个人隐私 我们全程会录屏 然后过后呢 就是以刚才那个回放的方式呢 我们会放在线上 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 请大家把自己的那个麦克风跟那个摄像头呢 都是放在关闭的状态下 好 谢谢大家的合作 然后我们先开始 需要的 我们的硬件跟软件呢 有以下这几个 然后就是说上周呢 我们其实就是说 跟大家讲解了 我们需要怎么样去准备 我们的那个开发的环境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 大家应该就是说 有一台笔记本 或者是有一台电脑 然后呢 在这个电脑里面呢 其实就安装了我们需要的那个软件 也就是这个Ubuntu的那个操作系统 然后里面有这个ROS的这个环境 所以如果说大家就是 安装了我们的那个 虚拟机的话呢 基本上这些软件都已经在里面了 然后可以直接使用 然后特别今天的是 因为我们要就是说 探讨有关这个语音的那个互动开发 我们需要就是说 那个扬声器 还有这个麦克风 所以等一下 我会进一步跟大家讲解 怎么样在这个 我们的那个开发环境里面呢 去 那个测试一下 我们的这个扬声器跟麦克风 确保他们是正常运作 然后我们才开始我们的那个 开发 好 首先在我开始讲解 怎么开发之前呢 先给大家讲解一下 一个比较 就是我们的那个 语音合成的一些基础概念 所以这个语音合成呢 简单来说就是把文字呢 转变成这个语音 就是说我们写进了一段文字 然后呢 让机器人把这段文字呢 堵出来 所以语音合成是通过计算机 或者是其他机器 所以大家可能 不单单只是用计算机 或者是用其他 比如说树莓派等等的 系统都是可以 甚至手机啊等等的 的人工这个语音 然后也称为就是这个文本语音 转换这个TTS系统 所以一般大家会看到这个TTS 所以就是text to speech的意思 然后就是将普通的语言的文本呢 转变成语音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 这个图呢 就给大家一个比较 笼统的一个 这个语音合成的一个过程 然后首先呢 我们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输入呢 就是说我们会输入一些文本 或者是一些文字 然后这些文字呢 就会我们的那个系统呢 就会进行一个这个文字的那个分析 就分析一些什么东西呢 分析是比如说它有多少个字 如果我们说是用字母来讲 就有多少个字母 然后有多少个空格 之间它们的字母的顺序的关系 然后这些 然后知道了这些东西过后呢 我们就进行了 用文耳机 不好意思就是请大家把麦克风 就是稍微挂掉 谢谢 好 然后就是说知道了这个 那个文字的信息过后呢 我们首先进行一轮的那个就是这个叫做Linguistic Analysis 也就是这个语法吧 语法的那个分析 就是说在这个语法里面呢 可能我们会找出比如说一些字 它是属于动词的一些名词等等的这些语法 然后呢让我们的那个系统呢 可以了解更多的那个 就是说当我们要把它变成语音的时候呢 比如说它如果这句话是一个问句的话 可能它虽然是同样的一些文字 它们的那个念法呢 可能就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在我们把它转换成这个声波的时候之前呢 我们可能就是说在这个语法的这个分析里面呢 我们就会看说找出比较适合的那个语调 跟我们那个读出那一段文字的那个语速 那个速度等等的这些东西 因为这样子呢 才会让我们的系统在这个合成的过程呢 会发出比较自然的这个语音 而且有很多时候比如说 你把声音向上扬过后呢 它可能就是一个句子呢 可能就会变成一个问句 所以这些语调其实还是很重要 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那个语音合成的一个过程 不过这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就有一些很复杂的那个技术的转变 不过呢 我们在这边呢 就不会就是说跟大家就是解释太多 这里面的那个细节 不过我们比较注重的就是说 让大家学习到怎么样去达到这个云合成的这个功效 然后我们这边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说 我们给大家就是介绍了这个工具 也就是叫Festival的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 就是这个软件工具呢 是一个离线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它可以完全是在就是说 机子上 就我们的本机上呢 进行计算 然后把这个功能呢 实现出来 然后要用这个Festival 因为那这个Festival其实是文读的一部分的那个软件 所以呢 这个Tutorial就是这个Soundplay的Tutorial呢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很重要 而且很有用的那个内容 包括今天我所 我接下来所要给大家就是看到的这个 这个Festival的这个例子呢 其实很多部分都是在这个Tutorial里面 就是说把重要的部分呢 给大家演示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细节的话呢 可以到可以参考这个Tutorial的内容 里面有更详细的 我们的这个Soundplay的那个运用 好 我们这个课呢 主要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 就是说进行 所以首先我会给大家就是讲解 我们的一个 比如说一个功能的一个基础概念 然后呢 在这一边呢 我们会先给大家看一下 在那个终端上的一个操作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效果 比如在这一边呢 我等一下会马上给大家 就是示范这个过程 然后就是在终端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我们的例子的这个安装 这个软件包呢 的功能给大家就展示一下 然后呢 展示完了过后呢 我们就其实已经准备好了一些例子呢 是就是说有原代码的那个操作 所以这个原代码操作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会给大家这个 大家可以上去我们的那个Github上 下载这些原代码的例子 不过如果说是用我们的那个Versionbox的话 其实已经有在里面了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东西在哪里 然后我们开了这些例子过后呢 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这些功能呢 其实是怎么样用代码来实行的 然后过后 如果说大家已经了解了过后呢 其实就可以直接复制 我们这些已经写好的代码呢 然后再进行自己的那个开发 所以我们的这个学习过程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 先进入这个示范的 我们给大家示范这个东西 首先让我先把我的那个 Team Viewer就拉上来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首先呢 所以这个Team Viewer呢 其实就是我的机器人 就是我连着我的机器人 所以大家如果说已经把那个 Versionbox已经安装好 就虚拟机已经安装好过后呢 大家会看到同样的一个界面 这个是Windows 18.04 然后我们有的是这个Ross Melody 然后在我们开始 所有今天的那个示范之前呢 首先就是说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必须要先调试好 我们的那个音响系统 所以音响系统呢 其实是在这里 然后呢 这边就有我们的那个setting在这里 OK 我的界面是英文的 不过应该差别不大 所以这个声音的那个部分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边有一个输出 然后有一个输入 这两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今天 然后输出也就是说 我们 我们的那个机器发出声音的部分 所以首先呢 在这边呢 很重要的就是选正确的那个输出 所以我这边呢 其实是 连接了一个扬声器 所以我会用这个speaker 所以就这个呢 其实是根据大家的机子 用怎么样的那个声卡 可能甚至有一些 机子呢 是有多个声卡的 是有多过一个声卡 所以这边可能会有多个输出 所以大家要选择正确的输出 然后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确定这个输出是正确的呢 其实下面有这个test speaker的这个功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呢 比如说我用这个test speaker的话呢 我就可以听到这个front 跟front light的这个 我不知道对方 大家到底听不到 不过我这边呢 是听得很清楚 就是从我的那个 扬声器呢 是可以听到这个声音 所以如果说你可以听到声音的话 这完全就没有问题 就是说这个输出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边呢 其实是可以调节这个声量 我们的那个输出的那个确认呢 以这样的方式就可以确认 然后再者 我们需要看的是这个输入 这个输入呢 就是看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麦克风 可能有一些笔记本 它已经自带了麦克风 我们可以用自带的麦克风 不过如果要效果更好的话 是最好是有一个 就是专门的那个麦克风 然后比如说木星期限 它本身是一个指向的麦克风 那个呢 是会比较 收到会比较清楚的 那个声音的那个信息 然后这边呢 就要选择正确的 那个连接麦克风的那个声卡 不过今天因为我不用我的麦克风 我用的是我的Astria的麦克风的话 所以我选择这个 不过这个呢 就根据大家 用哪一个麦克风为主 来选择 就是正确的那个输入 不过比较重要的是这个 就是说这个input volume 跟这个input level 这个是大家必须 就是说关注的一个地方 很比较重要的地方 因为我们其实 能够调节的部分其实不多 因为我们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那个 麦克风系统 就是说我们不是有一个 特殊的一个声卡等等 有其他的那个调节的部分 如果有的话肯定是比较好 如果没有的话呢 这个呢 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对一般的那个配置 比较重要 就是说尤其是等一下 可能大家会注意到 我会在这边调 使到我们的那个语音 识别呢 会比较精准 所以是通过这个 不过在这边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这个input volume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麦克风 当它接收到外部的那个声音过后呢 这个声卡 把这个声音呢 就是提上来 就是说它的那个gain 是有多少 不过这个gain呢 如果说放到最大 也不一定是最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进入麦克风的那些声音呢 不单单就是我们要 就是说用户说的那个声音 包括周围的杂音也是进去 所以如果说你这个gain 是设得太大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说 当我不说话的时候 其实它也有几个的这个 那个反应 意思就是说那些 周围的那些杂音呢 都已经就是说 很明显的 进入了我们的系统 而这些杂音呢 就是会影响到我们 这个 语音识别的准确度 所以这个要怎么调呢 其实我一般都会调得比较低 不过呢 如果调得太低的话 其实我们的麦克风 就可能听不到 大家说的东西 要说得很大声 要很靠近麦克风 它才说得到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就要调到一个 刚刚好的一个 它既只能听到 很清楚 用户说的东西 而且周围的那个干扰呢 也不会太大的一个程度 那个就是最好 所以没有一个一定的 怎么样调 而且这个是有关系到 大家周围的那个环境的 那个吵杂的程度来定 所以这个呢 就是可能要大家 要根据一下经验 然后呢 在等一下我们运行这个云识别的时候 根据不同的情况 我们看怎么样去调 不过我觉得这个调 大家调多了 就会有一个概念 要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 放在一个比较适合的位置 OK 我在这边就是花了比较多时间去解释 因为这个其实会很大的影响到我们后期这个语音识别的这个准确度 OK 然后就在这里 然后这个放大一点 好 我们就是这个OK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我们的代码 这里 OK 所以首先呢 给大家就是说示范这个语音合成 然后这个语音合成是离线的 还有一点的就是说 我们有离线跟在线的分别 所以等一下我尝试的这些东西 如果是离线的话就没有问题 不过如果是在线的话呢 大家要确保就是自己的那个 那个虚拟机呢 是可以联网的 就是说如果大家打开浏览器的话 是可以搜索到百度的话 这样就没有问题 不过如果联不到网的话 基本上在线的功能是没有办法拿到的 所以这边请大家注意 这个离线跟在线的 是用哪一个功能 OK 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 上腿 对 所以首先呢 我们就 运行这个ROS Call 因为我们接下来其实是运行这个节点嘛 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运行那个Launch Fart 如果有Launch Fart的话呢 其实就不需要这个ROS Call 因为它会自动的 就是运行起来 所以没有的话呢 我们首先就是用ROS Call 然后跟上周一样 如果大家运行没有问题的话 应该是看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 ROS Run这个东西 这个Soul Play的这个 OK 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个有三个嘛 对吗 所以开始这个ROS Run呢 就是我们运行节点的那个指令 然后呢 我们首先必须要注明的是 我们要运行的这个ROS的包是哪一个包 所以这个包呢 就是它的名字是叫Soul Play 然后这个包下面的那个节点的名字呢 就是这个Soul Play Note OK 在这一边 然后我们运行了这个过后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也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的 它只是有一个反馈 就是说Soul Play Note is ready to play sound 意思就是一个启动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我们要用这个语音合成的功能之前呢 我们首先必须要启动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 虽然这个节点呢 是不会有任何的一个那个程 就是说不会有任何的反馈 不过我们必须要启动它 然后呢 我们才可以进行我们的那个零合成 所以我们就用第三个那个 我们的那个终端呢 去 这个东西 OK 所以呢 现在呢 我就用另外一个节点 就是说在这个Soul Play的那个 ROS的那个包里面的这个 另外一个节点叫C.py的 然后呢 这个C.py呢 它基本上在运行的时候呢 它需要有一个论文 也就是你要它读取的那个 那个文文文文字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我们就放一个Hello World OK 我们放一个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就运行 然后基本上我应该就会听到声音的 OK 我不知道就是说通过Tim 大家有没有听到 不过这边是听得很清楚 就是说 机群说了这个Hello World 然后还有这边呢 就是说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那个信息呢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首先 它有三个反馈 第一个反馈呢 它就说 它说了这个这句话 也就是Hello World 然后第二个呢 它说这句话的时候呢 它是用了这个 语音的包 也就是这个Voice Cal 也就是KAL这个声音 其实我们的这个Festival呢 它是可以支持很多不同的声音 就是说看我们安装了哪一个 那个声音的包 它就会用哪一个 不过就是说 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CAL 我们其实是可以换 就是说可以换 比如说可以换男生的声音啊 女生的声音啊 小孩子的声音等等都是可以 就只要是我们安装了那个包 然后我们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要安装自己的包 是怎么样做的 然后呢 第三个反馈就是它的那个音量 所以这个是一个软件的音量 这个跟我们上面调的那个音量 是不一样的 这个软件的音量呢 也就是说 我们在发这个代码 在发这个音的时候呢 它著名的是一个就是 就是一 一就是我们系统设置多少 它的声音就是这样子大 OK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那个软件 来去控制那个音量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那个 银合成的这个功能 所以具体我们要怎么样 就是说实现这个功能 就是说用代码来实现呢 OK 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例子 OK 首先这个例子呢 是在我们的那个Github 这个呢 其实我们上周是有说了 这个Github 是这个在这里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到我们的Github 在这边 我们有一个这个LearnRoss的这个东西 OK 大家可以看到说在这个LearnRoss里面呢 这个是所有我们的那个例子 让大家参考例子 然后今天是这个Speech 在这个Speech的包下面呢 其实有三个文件夹 然后这些东西呢 其实是 这个RossSpeed本身 它就是一个package 所以如果上周 大家做了上周的那个作业呢 大家就会知道 当我们生成一个那个 Ross的包的时候呢 它就自然的 就自动的会就是说 把这两个 这两个文件生成 其实这两个文件呢 就包含了这个一些 Ross所需要的一些定义 不过在现阶段呢 其实不需要去理解太多这些内容 因为基本上 还没有会用到 所以今天我们就专注在 我们用我们这个Speech下面的 这三个 所以这三个我们都会有用到 比如说现在呢 第一个我们要看的 就是我们这个Script 也就是我们的脚本 所以我们如果说 要用那个Speech的那个功能呢 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 Soundtest.py的这个功能 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 就是说提供给大家 参考的一个例子 一个实际的一个 那个Soundplay运用的一个例子 所以在这个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个是一种 我们的写法是这样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 就是复制这个Soundtest 进去自己的包里面 然后呢进行改写 然后这样子 大家就可以有了这个 语音合成的这个功能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它有很多就是说用法 就是Soundplay的话 它有很多用法 包括比如说在这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Sade的这个功能 所以Sade的这个功能 其实跟刚才那个Sade.py的功能是 类似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然后呢在这个里面 只要我们在这边 写任何的东西呢 它都会直接念出来 包括这边可以写一个比较长 甚至是一段文字的话 其实都可以 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Sade的这个时间 为什么我们需要就是说 在我们运行这个Sade过后 要有一个时间 就是一个休息的时间呢 其实是让我们的系统呢 在运行的时候呢 能够给予它时间 就是读完这个文本 因为你必须要给 那个系统读完了这个文本过后呢 它才可以就是去 执行下一个命令 如果没有这个Sade的话 基本上它在运行的中间 就比如说它运行了过后 它读了Hare或者Hello 过后呢 它其实它就会被间断了 为什么呢 因为系统已经在运行下一个 那个命令 所以呢 它这个就会中断 所以没有这个Sade的话呢 它就会中断 所以在这边呢 大家用这个Sade的功能的时候呢 记得就是说 必须要调试好这个Sade的时间 这个Sade3是代表3秒的意思 OK 然后与此类对 然后下面其实有其他这个 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Sound Blade的功能呢 其实有比如说 我们可以播一段那个Wave的文件 就是播一段音乐 或者是我们可以有一些 那个我们的那个Sound Effect 这个呢 其实大家过后可以参考 就是说要怎么样 不过基本上呢 主要的是这两个吧 或者是主要的要说话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Hello World 这个Sade的这个功能 所以写到这边呢 其实这些就是大家需要用到的 只要把这些 抄去大家的那个Python代码里面呢 基本上就可以实践 这个我们的那个语音合成的那个功能 OK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PPT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就是这样 所以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就是说我如果运行这个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OK 不过在示范之前呢 我就先把我们刚才运行的这个东西呢 全部就停止了 我其实可以停止所有的东西 是因为呢 接下来我们用到的呢 是直接是一个Launch的文件 所以我在运行这个Launch文件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Launch文件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个Launch文件里面呢 是在这个Launch的文件夹里面 然后呢 有这个Sound Test的这个Launch 然后这个Launch呢 OK 所以如果大家是以Launch的方式来运行节点的话呢 其实Launch它其实也是用来运行节点 跟这个Ross Run其实是一样 只不过是它是可以同时间运行很多个节点 而且呢 在运行Launch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先运行Call 所以呢 大家就不需要再跑Ross Call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 当我运行这个Launch的时候呢 它里面就是说 首先它会运行这个Sound Play Note 也就是刚才我说 必须要启动这个功能的这个节点 然后呢 再运行大家写的这个节点 这个Sound Test的节点 所以这样子写的话呢 我们就只需要一个Launch的文件 我们就可以把三 刚才我们需要三个终端来实现的东西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终端来实现 这个功能 然后还有一点的 就是这个Output Screen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那个 Python的那个脚本里面呢 我们写了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一些Ross Lock啊 或者是一个Print啊 那些东西呢 就会出现在大家的终端里面 给大家一些提示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screen的话呢 可能这些东西就不会出现出来 OK 所以在这边我也给大家讲一点 这个Launch的文件是怎么用的 OK 好 这样我们就看一下这个Sound Test 的那个代码 是这样子的 OK 大家可以看到说 其实重要的是他就会说一段话 然后会有一些其他的声音 OK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Ross Launch 然后Sea Home Speech 然后就是这个Sound Test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我只跑 这个Launch法就可以有所有的东西 大家注意听 这边是很清楚的听到所有这些声音的运行 就运行了把这些声音都全部给播放出来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语音合成的这个实现的那个方式 OK OK 我们完了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再回去 这个 所以刚才就提到说 如果说我们要添加其他的声音的话呢 我这边就不会去就是详细解这个东西 不过就是说留着这些信息在我们的PPT里面呢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就是说 安装其他或者添加其他声音的话呢 我们这边有一些信息给大家参考 所以首先呢 大家可以读这个Ubuntu Forum里面的一些解释 不过这个里面其实是还相当 就是那个技术程度还是蛮高的 就是说大家可能要就是很仔细的去看那个内容 不过呢 那我已经把重要内容就抽出来了 首先大家可以用这个Depth的安装的方式呢 把一些这些 这些语音呢 就是可以添加 然后添加了这个过后呢 其实大家可以就是说在这个文件夹下面呢 找到这三个声音的那个语音包 然后另外一种方式 比如说更多的那个例子呢 其实他们是必须要通过下载那个文件的方式呢 来安装的 所以基本上可以在这两个连接找到一些可以下载的那个声音包 然后 那个安装的方式呢 基本上就是解压了 放在这个文件夹的下面 不过这边有可能有一些 它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更改 大家就跟着这个 这个方式去做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里面呢 可能大家比较有 兴趣想要用到 因为基本上一般的那个语音包都是男生的声音 所以女性的声音呢 其实在这边里面可以找到一些女性的声音 这些就是女性的声音 然后还有包括小孩子的声音也有 然后还有其实有包括其他语文的声音其实也有 OK 然后这个操作的那个方式呢 其实就跟招备一样 就是我们这样子 不过在这个set的后面呢 除了我们说我们要的文本以外 我们也要特别注明我们要的 比如说刚才我们是用call 然后如果说我们安装了这个这个Done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就说著名VoiceDone Diphone的话呢 它就可以有用这个Done的声音来读出这个Hello的方式 OK 具体的要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看我刚才说的那个Soundplay的detorial 或者是在这个VotoForum里面呢 会有更详细的讲解怎么用其他的那个声音 好在这边呢我就说完了这个语音合成的内容 OK我们的时间也是满 也是OK 还有一些时间 所以刚才就给大家看了这个离线的这个语音合成 所以在我就是说进入这个离线的语音识别之前呢 我在这边就给大家看一下在线的 然后在线的我放在前面这边是让大家有一个就是一个比较 就是说我们在线的方式跟这个离线的方式 其实它的那个复杂度有多少 然后它的那个功效有多不一样 所以首先我们用的这个在线的服务呢 是训飞的服务 大家可以就是说去它的主网 然后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然后那边呢 其实大家也可以在训飞的这个开发者的这个群里面呢 就是说建一个账号 然后有了自己的那个账号 过后可以用自己的API 那个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不过如果大家只是要尝试的话呢 可以直接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尝试 然后我们现在就先来尝试一下这个语音合成 然后也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语音识别 然后我们才做一个比较 我们先把这个推出去 放在这里 所以语音合成是这样子的 所以要实行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推出去 所以同样的那个TTS 也就是Text to Speech 语音合成的话呢 它也是同样的 我们需要运行这个Core 然后我们才运行这个Ross Run 然后它的包的名字就是这个训飞 ASR ASR就是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然后不过它的这个里面有这个TTS 它的那个构成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有这个TTS 也就是Text to Speech 然后有这个Subscribe Speak Subscribe意思就是说它有一个Subscription 它有一个那个订阅器在里面 所以当我运行这个的时候呢 其实是一个启动的一个过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Text to Speech 语音合成等等的这个东西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就是一个介绍 然后过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 因为它是一个订阅就是说订阅一个话题的方式 来接收要读出来的这个文本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另外一个终端呢 把这个我们要它读出的文本呢 先把它Publish 也就是发布进去这个它的那个topic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发布一下这个topic Pub就是这个Rost Topic里面的一个发布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要发布的那个话题呢 是这个XF也就是认飞Words 然后我们首先我们必须要注明它是什么格式 如果不是很懂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说可以找出它的那个 就是用List的Info的方式可以找出它的那个格式 然后这样子然后过后呢我在这边就同样的我打这个Hello World 然后呢我就可以叫它念出来 Hello World OK它也是可以念出来 不过呢在这边要说音讯飞 它本身就是说它也是以中文为中心的一个系统 所以呢其实在这边我们可以打输入中文字 然后让它念中文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听起来 中文的听起来比较自然 英文的听起来可能没有那么自然 不过他们是同样是可以做到英文跟中文的那个语音合成 OK这个就是认飞的这个text of speech 也就是这个语音合成 然后呢再次要强调一下就是说 这个里面呢它做了什么东西 它基本上就是它的代码呢 就是把这个制服串呢其实是传到讯飞的那个服务器 然后呢进行合成过后把那个合成的结果呢 传回来 所以呢他们里面的那些算法什么东西呢 其实我们是不知道 就是说全部都是在讯飞的那个 那个服务器上 实行的 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是需要 就是说我们的机子呢 我们的那个虚拟机器也好 我们用的机器人也好 是必须要连上网 才有办法就是说跟讯飞的服务器进行交流 OK 然后呢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是用讯飞的这个 在线识别的话呢 它的效果如何 所以首先我必须要关了这个先 然后我们的call留着 因为我们还是需要跑这个call 所以呢在这边呢 我们就跑这个 cross run 请飞 IAT 然后这个是record 可以我们跑运行这个的话呢 它会有问几个问题 因为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模式 首先呢 你是不是要就是说 用自己的那个词库 我们不是 然后 它的这个音频是从哪里来 是我们要上传一个wave的文件呢 还是我们要通过麦克风输入 所以我们会通过麦克风输入 OK 然后我想一下 因为它过后 它会给我大概15秒的时间吧 然后呢 我会说一段话 然后我就说一段话吧 OK 然后我就用中文的吧 还是我用 我试看用中文跟英文的 我试看 看它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哎呀 我忘了放音 Hello 你好 今天天气很好 大家可以看到很准吧 对吗 就是Hello 你好 今天天气很好 都很准 然后呢 这个云识别呢 是完全是在线 所以呢 如果说大家网速没有问题的话 它其实效果是很不错 而且呢 大家也不需要就是说开发很多东西 比如说不需要建持库 也不需要做些什么东西 而且呢 它是双语都可以同时 就是英文中文都可以同时 就是说给到一个很好的那个识别效果 所以其实这个 是还蛮好用的 只不过是因为这个呢 是一个免费的服务 所以呢 它其实有一些限制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就是说一天你这样子用的话 其实就不可以用超过多少次 我不记得多少次了 就是它有一个限制 所以我们以那个科研开发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OK 大家可以用 OK 所以这些呢 就是我们示范了 所以大家如果要知道说具体这个代码怎么写呢 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包 这个也是在我们的那个虚拟机里面已经有了 然后可以找到这个软件包的下面的这些 比如说这个TTS的这个文件 或者是这个IAT的这个文件 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说它是怎么样达到这些东西 不过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两个是由西 是用西加加来写的 所以大家必须要了解西加加 它不是 应该不是拜登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 讯飞就在线的这个语音合成跟语音识别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 我就会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语音识别的这个 这个内容 OK 因为前一段我们已经说完这个说完了吧 对吗 这个应该是最后一页 我的网速现在比较慢 OK 好了 所以这个是最后一页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跳去下一个环节 不过我在跳去下一个环节之前呢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作业 对 所以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完成了这个语音合成 然后语音识成过后呢 我们其实有这个语音合成的这个作业 然后我们为什么会不 数这个作业呢 其实也不是说 想要大家做一些作业 其实不是 是为了要让大家有一个 就是说 手操作的一个过程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学过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这个语音合成的作业呢 在这边呢 我就提了这个东西 就是说将我们上周学到的这个ROS发布者跟订阅者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语音测试的这个例子里面 也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声音测试的例子里面 也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声音测试的例子里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用这个声音测试的时候呢 我们所有的那个文本什么东西都是写在代码里面 所以现在呢 这个作业呢 就是让大家就是说把它写成就是跟训飞的那个TTS subscribe一样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声音测试的这个节点呢 就是说写成以下的这个方式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节点呢 是去发布一句话去一个一个topic 也就是刚才我们在我们的那个TTS的例子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是做一个publish的一个节点来发布一句话 比如说Hello World也好 怎么样也好都可以 就是这个是跟上周我们的那个talker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再创建另外一个节点呢 是订阅这个topic 就是订阅这个topic 这个也跟上周一样 跟那个listener的是一样的 然后从这个topic里面读到了这一句话 过后呢 把它念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大家在训飞的那个TTS的例子里面看到 所以要怎么样把这个例子呢 做在我们的这个soundtest的例子上 这个就是我们要大家就是说 把刚才学到的东西就是说融会贯通过后 把我们的那个soundtest改成我们可以有发布订阅的功能进去 然后除了把它说出来以外呢 也把它说出来的内容呢 显示在我们的那个中端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语音合成的这个作业 然后大家可以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作业其实你也不需要交给我 也没有就是那个评审的这个过程是没有的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说 练习把它就是上传去Kithub 然后呢 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话 至少我也很容易的看到大家的代码 OK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作业 好我们接下来下一个环节语音识别 我们对语音识别 好这个是语音识别